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嘿 大家好 我是Q吧 你是QQ 我們今天起的一大早 來仙台這邊的市區玩 那我們今天是來哪裡玩 水箱館 水箱館 你有搞笑是水族館 是水族館 那仙台這邊 能給小朋友玩的 除了那個 棒球場的那個遊樂園之外 再來就是這個 仙台的這個水族館 那因為這一次是 家族旅行所以我們特別安排了 仙台水族館 等一下 我們就進去看仙台水族館 裡面有什麼好玩的囉 這是海女的工作服 提到海女 很多人都會想到日據的海女 再來呢 這個區域是養殖牡蠣的展示區 因為這是松島地區 所以牡蠣的養殖當然是美味之一囉 千台海洋森林水族館 擁有約100個水槽 展示著約300種5萬條的海洋生物 這裡是寬14米 水深7.5米 然後水量990噸的巨大水槽 也就是俗稱的閃耀著生命的光芒的海 展現了山路地區的海洋 真的是十分的壯觀 水族館的裡面呢 分成好幾個主題區 日本的水族館總是把鄰近的海洋生態融入主題 而仙台水族館則是會展示東北海洋的生態 整體而言都是讓孩子熟悉日本的海洋文化 除此之外呢 也有一些高木陰瓶 大龍六線魚 星潭等一些比較奇特的一些生物 在日本的海洋 東北的海洋 是將數種生物共存的海底世界重現出來 與其相比在世界的海洋 比較多個個別的展示 可以一種一種仔細的觀察進外貌 極其很稀奇的生物 有許多貝加爾海豹 水賴 黑白海豚 綠西龜 與鮭魚同種的眼鏡 海門等二的大型生物 也都很受小朋友的歡迎喔 這種黑與白兩種顏色相間的小型海豚 在日本只有兩間水族館才看得到喔 等一下海豚表演要開始囉 海豚跟海獅的表演是這邊最受歡迎的活動 所以如果下次你來這邊 要記得早一點入座 尋找最佳的觀想位置 那這一段的表演秀呢 大概約在15分鐘左右 那這邊的表演跟其他水族館有一點不太一樣 雖然他表演的規模不是很大 但說真的還挺有趣的 在鏡頭背後的你是否也要一同為他們給予讚賞呢 除此之外呢 還可以走到戶外散步 廣方還設計了一座天橋讓企鵝走 冬天呢 也有限定的與企鵝親密活動接觸的企鵝遊行活動 大家看著企鵝搖搖擺擺的散步 是不是非常的可愛呢 你看 最後這隻企鵝還不小心落單了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可愛呢 出口處有一整條蠻大的美食街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餐點的甜點 那裡面也有水族香喔 可以一邊看著魚一邊享用著午餐 當然也有角落也有一個兒童的遊戲專區給小朋友玩 你說 廣方是不是非常貼心的照顧著小朋友呢 OK 我們出來了 有沒有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我手上拿著東西 剛剛不小心不打然後拉在哪邊呢 剛剛還透過那個櫃檯那邊再找回來的 那我們今天出來了 那好玩嗎 好看嗎 看了兩次表演對不對 看兩次表演 看兩次海德跟 蛤蛤蛤蛤蛤 蛤蛤的表演耶 好了喔 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 下次拜拜囉 拜拜